约书亚纪第十章 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 听见约书亚占领了爱城 把城完全毁灭 约书亚怎样对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 也照样对待爱城和爱城的王 有听见激变的居民已经与以色列人议和 并可以住在这地 他们就非常惧怕 因为激变是大城 好像一座王城 又因为激变比爱城大 城里所有的人都是勇士 因此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 派人到西伯伦王和弦 耶末王皮兰 拉吉王亚非亚 和伊基伦王底壁那里去 对他们说 求你们上我这里来帮助我 我们好攻打激变 因为激变已经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议和了 于是 亚摩利人的那五个王 就是耶路撒冷王 西伯伦王 耶末王 拉吉王 和伊基伦王 联合起来 带着他们所有的军队上去 在激变的对面安营 攻打激变 激变人就派人到吉甲营中 约书亚那里去 说不可丢弃你的仆人 求你快快上我们这里来 拯救我们 帮助我们 因为住在山地的亚摩利人 所有的王 都集合起来攻击我们 于是 约书亚和所有能作战的人 以及所有英勇的战士 都一起从吉甲上去 耶和华对约书亚说 你不要怕他们 因为我已经把他们交在你手里了 他们并没有一人 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 于是约书亚乘业 从吉甲上去 突然来到他们那里 耶和华使他们 在以色列人面前溃乱 约书亚在激变 大大地击杀他们 沿着伯和伦的上坡路 追赶他们 击打他们 直到亚西加和马基达 他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 正在下伯和伦斜坡的时候 耶和华从天上 降大冰雹在他们身上 一直到亚西加 打死他们 被冰雹打死的 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 那时 就是耶和华把亚摩利人 交给以色列人的时候 约书亚在以色列人面前 对耶和华说 太阳啊 停在激变 月亮啊 停在雅雅轮毂 于是太阳停住 月亮站住 直到以色列人 在仇敌的身上报了仇 这事不是写在 亚沙尔书上吗 太阳在天空中站住 不急速下落 约有一整天 在这日以前或这日以后 耶和华听人的祷告 没有像这日一样的 因为耶和华为以色列作战 后来 约书亚和众以色列人 回到吉甲营那里去 那五个王逃跑了 躲藏在马基大洞里 有人告诉约书亚说 那五个王已经找到了 都躲藏在马基大洞里 约书亚说 你们把几块大石头 滚到洞口那里去 并派人到洞口去看守他们 你们却不可站着 要追赶你们的仇敌 从后面击杀他们 不可让他们逃进自己的城中 因为耶和华 你们的神 已经把他们 交在你们的手里了 约书亚和以色列人 把他们杀得惨败 直到把他们灭绝为止 那些逃脱的人 都逃进设防的城里 众以色列人 都平平安安 回到马基大营中 约书亚那里 没有人敢说话 攻击以色列人 约书亚说 你们打开洞口 把那五个王 从洞里拉出来 带到我这里来 众人就照着执行 他们把那五个王 就是耶路撒冷王 西伯伦王 耶莫王 拉吉王 和伊基伦王 从洞里拉出来 带到约书亚那里去 众人把那五个王 带到约书亚那里去的时候 约书亚 把所有的以色列人 都召了来 对那些 与他同去作战的军长说 你们走前来 把脚踏在这些王的景象上 他们就走前来 把脚踏在那些王的景象上 约书亚对他们说 你们不要惧怕 不要惊慌 总要坚强勇敢 因为耶和华 必这样对待 你们要攻打的所有仇敌 随后 约书亚把那五个王杀死 悬在五棵树上 他们就悬在树上 直到晚上 到了日落的时候 约书亚吩咐人 把他们从树上取下来 丢在他们躲藏过的洞里 把几块大石头放在洞口 这些石头一直存到今日 在那天 约书亚占领了马基大 用刀击杀了那城的人和那城的王 把城中所有的人完全毁灭 不容一人逃脱 他对待马基大王 就像对待耶利哥王一样 约书亚和跟他在一起的众以色列人 从马基大往利拿去 攻打利拿 约书亚把利拿和利拿的王 也交在以色列人手里 约书亚用刀攻击那城 杀了城里所有的人 不容一人逃脱 他对待利拿王 就像对待耶利哥王一样 约书亚和跟他在一起的众以色列人 从利拿往拉吉去 对着拉吉安营 攻打这城 耶和华把拉吉交在以色列人手里 第二天 约书亚就占领了拉吉 用刀攻击那城 杀了城中所有的人 跟他对利拿所行的一切一样 那时 鸡色王荷兰上来帮助拉吉 约书亚就把他和他的人民都击杀了 没有留下一人 约书亚和与他在一起的众以色列人 从拉吉往伊基伦去 对着伊基伦安营 攻打这城 那一天 他们占领了这城 用刀攻击那城 杀了城中所有的人 那一天 约书亚把他们完全毁灭 跟他对拉吉所行的一切一样 约书亚和与他在一起的众以色列人 从伊基伦上西伯伦去 攻打这城 他们占领了这城 用刀攻击这城 杀了这城的王 又攻击属于这城的城镇 杀了城中所有的人 不容一人逃脱 跟他对伊基伦所行的一切一样 把这城 和城中所有的人 完全毁灭 约书亚和与他在一起的众以色列人 回到了底壁 攻打这城 约书亚占领了这城 抓住这城的王 又占领了属于这城的一切城镇 以色列人用刀击杀他们 把城中所有的人都毁灭了 约书亚不容一人逃脱 他怎样对待西伯伦 也照样对待底壁和底壁的王 也好像他对待利拿和利拿的王一样 这样 约书亚击杀了全地的人 就是山地、南地、高原和山坡的人 以及那些地方所有的王 不容一人逃脱 约书亚照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吩咐 把有气息的都完全毁灭了 约书亚从加蒂斯、巴尼亚击杀他们 直到加萨 又从戈山全地击杀他们 直到击变 约书亚在这次战役中 击败了这些王和占领了他们的地 是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以色列作战 于是约书亚和与他在一起的众以色列人 回到吉甲营中 约书亚 dat就是酷油 约书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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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书亚